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6月13日 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发布的采访中表示 他期望本周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峰会 有助于建立两国之间的对话 并恢复个人联系 拜登将于6月16日 在瑞士日内瓦与普京会面 在一系列问题上双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举行峰会 对于国际文传电讯社周日报道 普京说如果华盛顿对莫斯科采取同样的做法 而且两个大国为此达成了协议 俄罗斯也将准备向美国交出网络罪犯 拜登曾表示 拜登将在6月16日的峰会上 提出来自俄罗斯的勒索软件网络攻击 普京还说 如果同意引渡罪犯 那么俄罗斯当然会这样做 但前提是另一方 在这种情况下是美国也同意这样做 并将有关罪犯引渡给俄罗斯联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